为了帮小广东圆梦去算这一挂 我借给他300块钱 这个师傅怎么又不要你的算挂的挂金呢 他说我命像非常苦 命像什么 非常苦 在我29 28 21 19 18世纪 在20岁之内 我真的就是非常只有个结 就是非常苦那种 一路波折 在33岁之后 我这个福气会一路畅通 而且他最重要一点就是说 我是家里唯一的男性 所以他受祖宗或者上天眷顾 就是保佑的人 但就是 他还说我 我的命像的话还说 是我容易遇小人 就是说黄毛 容易遇小人 非常容易遇小人 但是也 但是这是最大的一个点 那就是也 但是就是平 但另外也有另外这平衡 这平衡就是会遇贵人 就遇到你 哈哈哈哈 贵人 嗯 只有我的 我的结缘很广 嗯 但是小人也很多 嗯 所以呢 就是相互平衡那种状态 嗯 如果我就是他说在我20 他说我每隔10年 每隔10年的一天我就非常运气就非常好 比如说今年的 零就2020 2029年我我运气还非常好 就是说就上天保佑 就是上天会就是说天上的早祖宗会会上一次生上就是进我生这上生一次 嗯就会眷顾我每隔10年就会眷顾我一次 嗯可以 然后呢到313之后我的福气一路畅通 他说我的命像是非福非煞之心 非福非煞之心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并非是有福也并非是有有有有有鞋子那种 嗯非福非就非福非煞 嗯你要是把这个事情发码上的话 就是有有懂这行的师傅的话 也可以你也可以给我看一下 和你以前的老家的师傅算的接不接近呢 差不多吧就是他说这就是你就是我313之后一路畅通 就是这这这两个是一样的 嗯就是他说他那是老家的一个人说我313就313后我福气我一路畅通 嗯啊这也是说我313后福气一路畅通 嗯但是他说的我在19181720岁之内我的福我就是非常困难的那种 嗯比如说就说就真的就非常困难就非常不容易 你自己要坚守的那种 非常不容易就容易与小人 非常多的小人也容易与非常多的贵人 结缘很广哪方面都不差 那孝敬父母啊就非常差嗯 就说我对父母的孝心很差 如果人孝敬父母会更受主播爱戴 嗯他他还说他说这并非我的原因也是我父母的教育的问题 嗯嗯 怎么准上哪儿感觉 诸位 算了算了一个就四位置 大姨还在笑我的心里好害怕 你干嘛哎呦 干嘛 哈哈哈 干嘛 你说你说外面石身叨叨的 你说你说外面石身叨叨的 干嘛 干嘛 太吵了我受不了了受不了他了 干话还多了 因为什么分手了他 他说我没给他买花 哈哈哈哈 每个人是在直播间买花还在拿点 不是 他说那我给他买个花花 他给我发梯子 我我都说得 这要不下次吧 他就说算了 分手多久去了 别说分就分了 算了算了算了 你兜里掏不掏出来一百块钱 我只问你 你还女朋友 有钱男朋友 有钱 不管是爱情还是亲情都是需要金钱维持的 不是靠你几 不是靠你说两句话嘴巴 都一个月了啊 别害了你我酒吧 我让我应该静静 我发疯了 他妈的跟我分手了 我好难过 好难过啊 跟你分十四首类似正眼镜你十次后你才会 懂点事啊 你说你这后点 你怎么老是借他的衣服穿呢 少不兄弟 好哥我那我 他他不能挖给我回吧 这个要两期吗 他 是不是好哥你 你送送送给他 我送回了他 我我我我还 我以前对他不差好哥他 我们都都早就给他他 我这马上要 今天就回宜昌要回去拍儿子四五天 小贵州就哦小广东了 小广东就托付给你的 我自行 我自行 对自行 就这么说 弟呢我给你解决五天的防费 黄毛解决 就是说 再给你二十块钱 然后黄毛照顾你的吃喝啊 小广东眼中的贵人把他托付给了他眼中的小人照顾几天 会发生什么故事了 敬请期待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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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